OK,在這邊我們看到 這邊有幾個章,第一章叫物質能量及其測量 來我們來看 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到這邊按新分頁開啟 到這裡來 然後我是在Chrome裡面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這第一章有幾個單元 我們來翻譯 第一個Mater and Energy Energy聽說是一個樂團,我孩子好喜歡那個樂團 物質與能量 Chapter 1.2 What is chemistry? 什麼是化學,我比較喜歡化學是什麼 Chapter 1.3 Measurements 測量 Significant figures 有效數字,有效位數,這個都翻譯得很好 Unit conversions 單位換算 再來這邊 Equations and graphs Graphs 就是方程式與圖表 與圖,其實表叫table 只是我們 中文講圖 會比較好 Graphs就是圖,沒有表,表是table 沒關係我們尊重它 再來 1.7 Density and specific gravity measurements 密度與比重之測量 我會翻譯成比重之測量 比較順口語 1.8 Heat and its measurements 熱及其測量 1.9 Heat and changes in 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熱與物質物理狀態的變化 這個也OK 好來,那我們就來看第一張 這時候我會一樣先開 到新分野開啟 就到這裡來 終於進到裡面來了對不對 來,我們一樣我們來翻譯 好,這邊 這邊 好來 Chapter 1.1 That is matter and energy 物質與能量 來,我們直接看中文 我們直接看中文 但是我鼓勵大家有空的時候 其實可以來看英文 放到300% OK,來看 這邊 定義是 不是,這不叫是 這叫mater 就是物質 物質 element 元素 OK,元素element 這個字要被 分子 molecule molecule 化合物compound C-O-U- C-O-M-P-O-U-N-D Compound 這邊還有molecule 好,這邊那個 molecule,所以他可能重複了喔 所以這個地方我跟他再,我跟他回報一下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自己寫書的人,我們知道說如果看到有錯字或者一些建議的話,回報給他會非常高興的 事實上上學級的有計畫學就發現 有一些有狀況的東西,我想回報,這太忙了 上學真的太忙了 OK,好,再來mixture mixture叫做混合物 這個是很 這個字 要被 這個字要被 再來 君子與義子混合物 homogeneous genius homo就是相同,我們說homosexual叫同性戀 homosexual homogeneous 相同的,就我們講均相 ehetero h-e-t-e-r-o hetero 這個字 盡量被,因為你們 看的單字越多 homo相同 hetero是相 就是不同 genius heterogeneous 叫做義子的mixtures OK,好,先這樣子 先這樣子,來 然後呢,這邊不是氏,這邊是物質 即物質 然後呢,它本身 the law of constant composition concent composition,它經常性的組合 states of matter 它的狀態 它的狀態 OK Example solid solid,我們講固體 固體 我 我印象中這個翻譯成電降會比較好 energy 能量 and its types kinetic and potential energy 以及它的那個 the types of kinetic 就是我們講那個 動能 動能或者講那個 and potential energy 叫做位能 OK 好,再來呢 吸熱 即放熱的過程 andothermic and exothermic thermic thermic這個字 叫做溫度或高溫 endo就是內部的 這個字到維生物會再看到 exo 就是 放出去的 and exothermic process 對不起 processes OK 所以這邊繪子的整個狀況 所以 鼓勵大家 你們可以只看中文沒有問題 OK的話 花一點時間看英文 好來 能夠書寫及解釋原子分子 及化合物的符號 OK囉 就是先這樣子 我就不再唸英文了 你們有機會自己來看 OK 這邊 What is the matter 應該講什麼是物質 什麼是物質 物質是任何具有 mass mass 不應該翻譯成 他這邊叫做 質量 翻譯成品質 比較怪怪的 品質我們講quality and occupies space 會佔有空間的 這是物質 例如說我們對國家的熱愛 對家人的熱愛 這是不佔空間的 但是也一樣有品質 有質量 但是他不佔空間 所以 What is the matter 物質是什麼 就是有質量佔有空間 再來 然後那個 質量是構成 宇宙的天然物質 沒問題 這種小微小原子 所 顆粒所組成的 透過這種 劍的力量組合在一起 這劍的力量我們後面會再講 我們後面會再講 這是一個理論 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 理論不是神話 理論不是聖經 但是他把事情解釋到目前為止 除非你提出更好的理論 不然你很難去推翻他 但他不是聖經 只不過台灣的教育 一直把大家當作是 工人來教 所以你們會把他當聖經 好 這個物質如果他具有恆定 且不可變的原子組成 則會被歸類成全原子 as pure as pure ok The matter is called as pure 不是純原子 叫純物質 ok has a constant and a non-variable 固定 不可改變的composition of a type of atoms 用原子不同類型組合成 他講as pure 所以他翻譯成純的就好 不要加原子 ok 再來 純物質啊這邊就翻譯得很好 Purimeter 他沒有翻譯成那個 Purimeter 是一種元素或化合物 也就是純物質的意思 等一下會解釋 但是熔點廢點是固定的 他可以是 It's either an element 他是一個 他可以是物質 或者是一個化合物 或者是一個化合物 因為他的 他的熔廢點是固定的 我們有點固定 再來 Element Element 就是元素 這個字要背 這個字要背 一個元素 或者我們講 一種元素 是純物質 僅由一個類型的原子所組成 OK 這個先這樣子 我知道各位很多夥伴 包括線上的夥伴 如果沒有 上過高中化學 沒關係 慢慢的先聽他 我會重複很多次 有些觀念重複很多次 來這邊 例如說 圖1.1.1 這是圖1.1.1在這邊 我們先看圖1.1 鉛筆尖是碳元素 或者是碳就好了 講碳數 OK好 碳 的元素有一種類型的 圓組紫層 如模型所示 Carbon Atoms 碳原子 然後這邊主要就是 原子序寫在手下角 叫做6 直指數 對不起 它的質量數是12寫在這邊 好 這個東西原子結構 你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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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6個1 就是外圍有6個電子 但事實上 That is not too scale 它不是按比例去畫的 它不是按比例去畫的 沒關係 好來 碳是一種元素 元素無法使用更簡單的方式 例如透過物理化學方式 可以把它分解開來 那大家知道說元素的話 以一個原子 它有直指中指跟電子 那經過現在科學 又可以把直指中午 再把它打破 變成垮克等等的 那沒關係 我們不用統那麼多 我們基本知道就好 目前已經知道有100多種不同的元素 例如這些 這些是元素 這些元素它無法用 一般的方法分解成更小的東西 更小的東西 所以我們定義成元素 如果你有本事 提出更好的 我沒本事 提出更好的理論也OK 因為記不記得我們說 希臘人他的世界觀 就是幾個風、槌、土、氣 組成的 再來 Symbol of an element 這邊叫Symbol 其實叫做符號 它講象徵 它這邊其實 翻譯前不是很順 沒關係 我們講說 Symbols represent elements 符號會呈現或代表元素 OK 它的英文字母或背英文字母的第一個字母 以大寫 流碳 就是c 氧 就是o h是輕 這個要背 這個我們前面幾週花了很多時間 請大家背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 這個一定要背 這個一定要背 通常也會從一些 下列清單中選出另外一個字母來代表他 然後呢 變成小雪字母 例如 HE HE好像是英文字的男生的他 Helium Helium 那 第二個字母就是小雪 代表hi Cobo CO 代表 孤 有一些元素符號非英語名稱 例如 這個 FE 來自拉丁的名稱叫 F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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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進的AU 來自其 拉丁文 是這個 Aurum Aurum 我們就說英文的話 今天叫做Gold G-O-L-D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英文成為世界重要語言 可能就200年不到300年吧 OK嗎 我知道教授是德國人喔 他說他們德國早期的時候有一段時間 他們有學問的人要學法文 好好玩 那故事很好玩 就是說 他們有 因為當時 歐洲大陸最強的是法國 有人念法國 那沒關係 原來他們 他們德國是這樣子 我知道教授還跟我講個故事很好玩 他說他們德國 德國其實他們很多本來是城邦 後來畢士賣寶他們全部都 全部統一在一起 我知道教授就說 他們在德國不同地方 他們方言不會通 這讓我想到說 有一次 小時候 我父親 帶我們全家去玩 到了好像是內灣還是哪個地方的 他要問到路邊的一個 那個老人家 老人家講客家話 那我父親沒辦法講 雖然說我們聽說我們 我們是客家人的後代 但是我們不曉得客家話 我就感受到那種情況 我當時實驗室有另外一個夥伴 他是義大利級的博士 他說他們義大利也是一樣 不同地區的方言是不會互通的 哇 那個其實台灣也會這樣子 其實蠻有趣的 來回題回題 這邊 連續兩個大寫字母不代表元素 但是他可以 代表結合在一起 連續兩個大寫 例如說CO CO他本身 本身不是元素 而是一種 存物質 我們叫做 液氧化碳 CO 你說是不是COCO 就是賣 知名茶飲料的COCO 那也OK啦 CO就是 液氧化碳 這些東西慢慢要背 因為這個是我們保養器的基礎 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 再來 Molecule 我們直接看中文 分子是有兩個或多個原子 透過化學鍵結合在一起的基團 基團其實是group 他翻譯得不錯 分子是最小的粒子 不是是是物質 matter 物質可以自由存在 某些元素單一原子可以自由存在 也被視為分子 例如 O2是氧 P4是0 S8是硫 他可以 單一原子就可以存在 也被視為分子 單一原子的話 或者像他是單一種類 另外一個呢 單原子分子 單原子分子的話 例如 8A組的 8A組的 那個 海南亞克山東 像這個硫呢 他這個元素可以 8顆硫存在一起 8顆硫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就是 他也是分子 他是有8個原子 構成的 像這個phosphorus 這個字我都請大家背負對不對 Hydrogen Nitrogen Oxygen Phosphorus Sulfur 這些字都要背 然後他們接在一起這邊一根劍 三支棒子 兩支棒子 四支 彼此之間都有棒子 然後這邊像一個皇冠一樣 像一個皇冠一樣 OK 這就是分子 這些是 純原子構成的 那也有 不一樣的東西 也是分子 例如我們看化合物 化合物是一種純物質 但是呢 他可能是兩種 或多種 不同元素的 原子 以恆定的整數比例 透過化學件 接在一起 這個 寫英文寫得太好了 中文翻譯得很棒 因為 要我講錯講不出來 因為離我太遠了 我們 博高中背到現在 OK 化合物是純物質 OK 他是由兩種或多種不同的元素 所構成的 以恆定的整數 透過比例 恆定的整數比 恆定的整數比 例如我們說 那個你們洗澡的時候 小心 不要一氧化碳中毒 那就是一個氧加 一個碳結在一起 二氧化碳就是兩個氧跟一個碳結在一起 他是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他是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講說 恆定 就是恆定 就講恆定 固定比例 我們就要講 Constant Whole Number 固定整數比 那講恆定也OK啦 我們知道意思就好 OK 再來 好這邊呢 我們往下走了 化合物的符號 是即組成原子的組合 他的右側帶有下標 代表他的總數 的大院子 這翻譯的 怪怪的 沒關係 我們知道說 他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 在那個 不是 他是Yard的 OK 例如說H2O 他是一種 稱為水的化合物 就是兩個氫 寫在右下角 數字小小的 O 就是氧 他沒有寫代表1 所以H2O就是我們最熟的 即使沒上過化學課 我們也知道 H2O就是 水 就是水 他是由氫跟氧原子所構成 以2比1的比例構成的 相同的呢 氯化鈉 NaCl 這個要被 Na 是鈉 Cl是綠 有沒有看到 Na的N大寫 A小寫 這就是一個 一個符號 那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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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開頭 就是綠 氯化鈉 1比1 組合而成的 食鹽化合物 如果化合物的符號 也代表 該化合物的分子 稱為分子式 分子式有印象就好 這個英文背不背 OK Molecular Formula Molecular Formula OK 例如H2O是水的分子式 另外一方面的食鹽有大量其構成元素 的元素構成化合物 OK 這邊呢 這些在3D中的立體排列稱為金格 金格我們不用記 金格我高中有學過 但是大學以後就沒再講 因為我不是走 從化學領域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氯化鈉的鹽巴 鹽巴 他的理論的土長這樣子 綠色的是綠離子 比較大顆 紫色的是鈉離子 比較小顆 剛好這樣塞在一起 一層一層 這樣排列得很漂亮 好 氯化鈉一種化合物 晶體 左邊顯示金格 有這些東西 來 好再來一次有點難 再有點難 Law of Defined Propulsion or Law of Consistent Proposition composition 定比定律或 那個 恒定成分定律 化合物總是以固定的比例 包含其 構成原子的原子數 造成分子的原子數 或者在給定化合物中 它是比例是恒定的 好我們來看看 存物質 即元素或者是化合物 具有固定的比例 的那個元素 的元素 這邊有沒有斜線 Element斜線S 這代表說Element可以是單數 斜線S 像我自己是比較學會另外一套 我用括號S 就是它可單數可負數 OK OK 元素 可單數可負數 或其來源及自備方法 無關 它稱為化學品或物質 Is also called chemical or substance substance 叫做物質 substances 是 負數 chemical 就是化學品 化學物質或化學品 它可以加負數 它可以加負數 好再來 The Atom is a compound 化合物中的原子透過化學件吸引力結合在一起 OK 所以只要能破壞它並形成新的化學件 就是化學反應 來分離它 OK 化合物它的組成 一般有一個穩定性在 你必須破壞它 破壞它形成新的化學件 才把它分離開來 好再來 Mixture 混合物 Two or more pure substance is mixed OK來這邊 兩種物質的混合 其比例可 變的稱為混合物 好 講混合物之前呢 阿元提醒一件事情 例如說來這邊 有個東西叫58高粱對不對 我們講58度高粱的話 剛好今天老頭子喝了一點金門高粱58度 OK囉 好再來 另外一個呢 我們說有個叫做米酒頭 打錯音了 米酒頭 米酒頭的時候呢 他酒精度 米酒頭可能就是 40% 可能40% 好 右邊 好再來 紅標米酒 紅標米酒他的酒精度可能是16或20 16或20 好再來另外一個呢 啤酒 啤酒酒酒精度一般大概3%到5% 不同的東西會有不同的那個 OK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喝酒不是喝酒精也不是喝水 我們喝酒精是喝氣味 好那這些東西呢 就是混合物喔 混合物喔 二種或 多種 存物質混合在一起 而且比例可以變動 剛才講58高 就是體積出來 58%的體積是酒精以存 然後 42%是水 那 米酒頭呢 叫40%的酒精 60%的水 這些 可混合的 稱為混合物 好再來 例如食鹽跟水可以混合 可以改變他的比例 氯化納跟H2O的比例 提供 鹽度比較高 比較鹹或比較不鹹的 OK 各組成分裡面固定 而且給定的樣本裡面組成恆定的 例如是混合物 好例如說 他在食鹽水中是均勻的粒子OK 其他混合物包括 水中溶與水中的糖 兩個都可以少 空氣 空氣可能會稀薄或者說我們在排氣管後面的話二氧化碳會比較高 氮氣氧氣二氧化碳等等的 以及有這些 那固體的話呢 有金屬的例如黃銅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不鏽鋼 不同的不鏽鋼他混合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這邊 他混在一起 他可以用 磁鐵的方式把它吸開來 吸開來 這是鐵跟硫的分開來 他就是混在一起但是他相對 有些比較容易分開 像食鹽跟水你不容易分開你必須加熱 好但是這些東西因為你是鐵 是鐵粉是固體 硫 也是固體 但是鐵可以被磁鐵吸起來就分離掉了 好 好我們先暫停換一個檔案 不然這個檔案已經 22分鐘了 還有一個 然後 就說 你會做到 我會做到 你會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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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做到